她想要请我当伴娘 但是好像我不知道现场那个媒体有没有来 她说黄晓琳应该当伴郎吧 所以我生气了 我生气了 没有后来我跟老何有聊一下 就是一些私人的原因 然后还是我们来参加婚礼了 但是伴娘就没当上 那自从超女过后 其实两位也是私下经常联系 对对对对 一直有 那他们的恋爱经过故事这些你都知道吗 必须的 看前面 谢谢 他爱说说吗 他有跟你说的 你觉得还挺惊讶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他说什么吧 还不如我自己见到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贺子明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挺 就是作为家 不是家长 杨家人还觉得挺加分的 因为他的确对老何很体贴 就是我会说 如果老何欺负你的话 老何你要跟我说 我说这话会不会有点 但是其实我觉得老何挺好的 对他 两位对着镜头 然后对他们这就是新人 说几句祝福的话吧 赶快给我生个孩子呗 给你 就我可以当干吗 想给 赶紧生俩 对希望生俩 那贺家有没有二位 那个说过自己想喜欢小孩这种吗 表达过这样的 反正我喜欢 反正我也喜欢 怎么我们两个这么不动 奇怪 大概是多少 这个我刚才有人问过了 我说这个不太方便说吧 说出来之后 对啊 说出来之后怕太多人不好意思 你准备什么礼物吗 啊 礼物 我们到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就是 香哥 这本来就是就是 清晨 清晨晨 你知道我们家跑到这来特别特别远 怎么开车过来的吗 对啊对啊 多长时间啊 我开了一个多长时间 你也差不多了 我还走错了 对啊 你说定在今天的原因 一起来吧 一起来谈谈吧 就要爱嘛 今天对 日子还算起来不错 哇哦 我们今天也借这个机会聚齐了 对 对啊 你们怎么说的这么的成熟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几位也是好久都没见了吗 挺长时间的了 多长时间了呀大概 有一年 上次聚会有 一年前 聚会的话有一年 可是我们私下见还是 对 经常联系还是很密切的 你们还聚会啊 我们还有群呢 对啊 对啊 那为什么其他的那个 超女没来啊 因为我们早上都看 大家都有在发微信 有在祝福私下 对 然后 大家应该有些人 有工作吧 你家应该在路上吧 还没到吧 对 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今天 我呀 我没时间准备礼物 我就抱个红包吧 有什么想问他们俩说的 嗯 我就一句话 早生贵子 你呢 亲什么的 那得看男孩女孩 哈哈哈哈 男孩女孩你都有啊 哎那你们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 你是 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耶签他们家就是啊 全能是吧 不是 快说什么 他昨天晚上有没有给你们说 哎呀 哎 等会那个 还没有说完嘛 每一句祝福 对对对 每一句祝福 对 哦 我觉得就希望我们05班的孩子们都能一直幸福 然后都把这些工作都完成好 那我怎么像个妈呀 完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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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05班的 哦 对 我也是 真的 我是好几个班的 但是对 感情深深的是05班 你明天06班的是结婚怎么办 哈哈 他们没结婚怎么办 你是友谊最深的是06班 对对对 呃 希望他们可以白头偕老 然后希望这个啊 也跟倩倩一样 弄一儿一女 好 嗯 那雅力也是05班的 这好几个妹都结婚了 嗯 都结婚啊 还没到 没有 结婚的是少数 少数啊 对 啊 就是就希望他们赶紧生 生多一点 将来当我的花童 你拉倒吧 那天黄雅力说 他说我结婚得八年以后 我说千万不要 我说难道要你的女儿 要你的女儿叫我女儿阿姨吗 我说我不要 因为雅力也是 所有人里面最小的 对 因为 我记得当时他去 长沙赛区海选的时候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说 天哪高二的学生跑来 做什么热闹 有高二吗 16岁啊 对啊 所以雅力这样也好 他有一个计划 就是他结婚的时候呢 所有人的孩子们当花童 是的 然后他们的妈站一排唱合唱 哈哈 这多好 像想唱就唱是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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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位05班呢 有没有想过 就比如说几位 在聚到一块 开个演唱会 什么的 因为毕竟这么多年 很少一起 大家一起出来吗 这好像这个事情是要 要人投资吧 有人投资吗 想哥是 有没有想过 不要再说 对呀 我让你这个事情是 对呀 感谢观看